外国支持的革命者企图在塞尔维亚发动颜色革命 5月19日塞反对派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组织大规模抗议 要求政府高官甚至总统辞职 而塞总统武器齐的上述表态再次凸显这个欧洲国家面临的风险 一年多以来塞尔维亚武装力量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这一表述不实建筑暴端 而塞尔维亚夹在锤子和烙铁之间 我们正在努力活下去尽量减少伤疤等总统表态 则将这个曾经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现在面临的困境展现出来 塞尔维亚需要欧盟来发展经济 但却不愿在科索沃以及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向西方低头 不管是考虑到传统友谊还是现实利益 塞尔维亚都不能抛弃传统盟友俄罗斯 却因此遭到西方极限施压 塞尔维亚被夹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 也被困在历史和现实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 理智与情感之间 5月19日塞尔维亚的反政府集会 被一些媒体称为总统伍琪琪上台以来 面临的最大执政危机之一 据赛媒报道为了团结全国 塞总统表示将在5月26日举行该国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会 此外他表示塞尔维亚可能最晚在今年9月举行议会选举 这并非伍琪琪首次提到提前举行选举 去年10月他在接受塞尔维亚波尔瓦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如果西方坚持的科索沃问题解决方案 对他作为国家元首来说是耻辱或不可接受的 他将腾出总统办公室并重新举行大选 贝尔格莱德一名分析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这是面对欧美高压 伍琪琪琪无可奈何的缓兵之际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 欧美都有意加速科索沃问题的最终解决 实现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 2022年下半年 巴德两国与欧盟在协商的基础上 秘密拟定关于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的法德提案 并规逼利诱塞政府接受这一提案 虽然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代表 2月27日在比利时会晤后 口头达成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并在3月18日就如何执行该协议 达成口头一致 但在科索沃问题上 塞尔维亚领导人显然感受到了来自美欧的巨大压力 据贝尔格莱德N1新闻频道今年1月报道 估计其当时表示 欧盟和美国特使告诉他 必须接受基于法德提议的最新计划 否则塞尔维亚将面临新投资和现有投资撤出等后果 面对制裁和孤立 或赞成尽可能的妥协 在欧美施压塞尔维亚接受其解决科索沃问题的计划后 为监督这一计划的实施 欧盟还设立了相关机制 除了科索沃问题 出欧问题也是西方用来威胁塞尔维亚的武器之一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塞尔维亚虽然对俄罗斯进行谴责 却并未追随西方脚步对莫斯科实施制裁 美联社称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 尤其让欧盟感到烦恼 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及副主席辛纳斯等欧盟高官 霍民霍汉的表示 如果塞尔维亚要加入欧盟 就需要在外交政策上与该组织保持一致 塞尔维亚2012年成为欧盟成员国候选国 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甚至表示 欧盟就要重新评估塞尔维亚的候选国身份 西方还对塞尔维亚进行利诱 去年10月 冯德莱恩到访塞尔维亚 承诺将为后者提供1.65亿欧元援助 面对西方的打击以及拉拢 在考虑到与俄罗斯的关系 胡锡奇今年2月曾表示 塞尔维亚被夹在锤子和烙铁之间 他此前还无奈地感慨 塞尔维亚已经成了代理人战争的舞台 我们正在努力活下去 尽量减少伤疤